Hi guys,欢迎回到书星熟男 30年前他只是个因抢劫案入狱的蛊惑仔 30年后他摇胜一变成为香港新一代的影视大亨 就连刘德华都佩服的说 要述论努力程度比我还认真的也只有骨仔了 然而他这么努力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突然从一个白面书身转型成黑面型男 此外与他素未谋面的张国荣 为什么却改变了他的一生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香港电影的火车头古天乐 以及他那峰回路转的人生故事 1970年古天乐出生于香港的和温天区 儿时因为父母过度保护 小学某天当老师要大家说出自己未来的志向 他的答案居然是朋友 因为除了上学放学 就连午餐爸爸都会接他回家吃饭 让他像是温室里的花朵那样 没什么机会与外人接触 国中毕业后他放弃升学 想直接进入社会学习一技之长来养活自己 但在没压力的情况下每一份工作都做不久 反而认识了很多环境复杂的朋友 20岁那年就因为参与了抢劫案被判入狱 讽刺的是古天乐才进去蹲眉几个月 自己的女友就跟好友跑了 遭遇双重背叛下他经常情绪失控 动不动就找人打架闹事 行企也不断延长到22个月 一直到受到一位70几岁的修女感化 才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决定改过自新 出狱后他在一间经纪公司找了类似星探的工作 由于外形出众 常常排定的艺人一有状况 剧组就会临时要他顶替上场 所以在一些90年代的广告或是卡拉OK半唱带中 都还能看到他出道前的稚嫩生意 23岁那年他所属的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 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古天乐被TVB说服签约成为议员 某次他在跑龙套的空档被周慧敏误以为是打杂的工作人员 使唤他去买饮料 在误会厘清后作为弥补 便邀请他在自己的MV中演出 在一线女性的MV中亮相自然传播度大增 受到许多业界人士的注意 某次张国荣在吴君如与黄伟文的电台节目娱乐性骚扰 就大大的推荐了这位素妹评审的新人 还称他是刘德华与郭富城的综合体 你们可以留意一个人的 现在还是很新 新都不知怎样可以形容他 但我觉得如果有留意电视这一排 通常都是看那个台 他就有一部电视 那个人叫做《古天乐》 我觉得他是个型 真是好做 他做过什么 他没有做过任何 他只是做过 好像说有一部电影 还有一个电视剧他现在是在做一些韩国 但我觉得他是可以的 你和他合作过? 没有 我只是看而已 远远地看而已 我只是看萤幕上的他 我觉得他是有刘德华与郭富城的混合 《古天乐》 我看人就几早了 明天有闪卡了 明天有闪卡了 现在我就没识 听说他已经有粉丝了 是吗? 说真的 一出道就遇到周慧敏与张国荣两位贵人 才旁听了两堂表演课的《古天乐》 一下子就从演路人甲乙丙丁升级为有名有姓的配角 一连在郑一剑主演的爱情喜剧《婚姻物语》 以及黎明主演的校园青春剧《阿瑟早晨》中登场 同时也常被电影剧组跟TVB外界去演出一些小角色 被业界视为极有发展潜力的新人 但才刚开始有了报道的价值 媒体就立刻揭发了他因抢劫坐牢的过往 还是新人的他仍为延青 针对他的负面新闻也越写越夸张 一时之间千夫所指 演艺工作被全数喊停 眼见情况越演越烈 TVB便安排他到黄瞻的节目 城市追击坦承了自己的过去 发生了这件事 你究竟有什么事跟大家说 其实可以当我一个借镜 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荒废学业 希望观众会给我机会 我忘记我以前的事 人家有没有决心以后 用什么积极一点的方式去改了你 洗抹了你以前的污蝶 希望可以为社会服务 帮我这些有需要的人 你还有什么要说 当然会改过 尤其是碰过钉的人 节目播出后 贵人张国荣再度跳出来为他说情 呼吁大家能给犯过错的新人一个机会 有了大咖相挺 整个香港娱乐圈也上演大团结 全力支持这位新人 舆论风向开始反转 受到同业们的温情照顾 古天乐的人生也从低谷开始反弹 1995年 TVB为了力捧新人 从开机大师金庸的知名作品《神雕侠侣》 大胆启用古天乐与李若彤两位新人担任主演 当95年版本的杨过一出场 所有的观众都看傻了 正如同金庸原著中所描述的 风铃渡口出香玉 一见杨过物终身 只恨我生君已老 断肠癌前亦故人 他那清新俊朗的古装扮相简直不要太好看 仿佛小说中的神雕大侠真的从书里面走出来 没接受过专业演员训练 也没读过原著 更没看过83年由刘德华主演的杨过版本 但古天乐天生的孤傲气质 却与杨过这个义正义血的角色异常契合 剧中他还原出原著里杨过那种自情自信 抑郁痴狂的人设 在许多观众心中仍是最具代表性的杨过版本 后续有许多游戏 插画看得出来都是以他的形象作为模板 成为荧幕经典 喂 你看 就是他啊 哦 他就是丁潭啊 三招就打败空洞派掌门 六招就打败独臂刀疤 但是看他样子平平无奇 什么特别集啊 隔年古天乐又主演了另一位大师古龙的同名小说改编剧 圆岳弯刀他所饰演的丁鹏在设定上还真是扎到不行 但是乡亲啊 这平平无奇没什么特别的胡扎扮相 完全帅到让人忽略其所作所为 甚至连圆岳弯刀到底在演什么都显得不重要了 只记得他面如冠玉 冒笔攀安 仪表堂堂 见眉心目 气宇轩昂 仪表人才 白净文雅 城北徐宫 套用到现代的话来说就是 帅就是正义 大部分的观众可能只知道95年版的杨过是他古装扮相的代表 但其实内行的粉丝都知道 一身绿衣的丁鹏才是白骨时期难以跨越的巅峰 大部分的观众可能还要找些东西 不如唱歌吧 阿婆 阿婆 我帮你啊 我帮你啊 阿婆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收汽水盆呢 阿婆 阿婆 你看得到我了吗 那你真是没错 其实古天乐从白骨要转直成黑骨之前 还有一段被称为是鬼骨的阶段 原因是从1997年上映的阴阳路恐怖电影系列 他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演了7集 也就是说观众每隔几个月 就会见到他出现在一个又一个的灵异故事里 GG了一遍又一遍 阴阳路的影片架构模仿欧美的阴阳魔戒 与日本的世界奇妙物语 将几个分开独立的小故事串联成一部电影 主打低成本接地气与快速产制 上映后一炮而红 与20年间推出了20部系列作 是香港电影史上最长寿的恐怖片系列 现在回头来看 阴阳路土炮的拍摄手法 与阳春的化妆特效并不算特别恐怖 但也因为剧组矛起来省预算拼速度 许多场景都是在坟场或是殡仪馆实地拍摄 据说就发生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状况 使得演员们在表演时格外战战兢兢 不由自主地透露出害怕的表情 反而将那种人心惶惶的感觉呈现得无比真实 加上前几集的主打演员古天乐 突发奇想加入了对镜头挥手的经典桥段 以及每集都会出现极其哀怨的华语老哥 都是恰到好处的神来一笔 让观众看得毛骨悚然 整体气氛还是相当到位 像阴阳路这种贴近生活的鬼故事 一直都是许多人又爱又怕的题材 在这边我也分享一个小撇步 其实这种灵异题材的内容如果改为用听的 沉浸感还会更加强烈 像我最近就常会利用零碎的时间 利用Himalaya这个听术APP 去收听各式各样的鬼故事 例如总播放量超过5亿次的消续午夜故事 就很容易让人听到上瘾 富有感染力的声线搭配事实的音效 让收听者仿佛生力起劲 融入在紧张骇人的剧情里 突然灯忽闪了几下灭了 黑暗中仅剩些忽明忽灭的烟头 发出淡红色的光芒 就在这个时候 一脚步声匆匆忙忙的走了进来 然后在他旁边蹲了下来 哥们儿小心点 这鬼地方灯坏了 对方没有吭声 不一会儿 一只冰凉的手抓住他的胳膊 吓得他差点惊叫 这时对方说了一个字 烟 Himalaya是一款我长时间爱用的声音APP 里面有15万本以上的正版华语有声书 以及各类课程Podcast等丰富内容 除了灵异类的作品 要收集拍片资料时 我就常会收听像巴菲特的自传 雪球这种人物传记 想要放松的时候 我也会点开胡川安的历史迷走系列 最近吸引力法则再度翻红 这次我就毫不犹豫选择用 懒人听书的方式来复习秘密这本书 其他还有由专业CV配音的广播剧 经典名著自我成长科幻小说 还有我最喜欢的悬疑推理等各式各样的内容 真的是听都听不完 自从我把看书的习惯改为用Himalaya听书之后 吸收资讯的速度真的快了许多 而且它可以跟着手机一样随身攜带 节省空间又方便 连价格也便宜很多 每个月只需要一份麦当劳套餐的价钱 就可以尽情听到保 如果你想体验看看 可以点击资讯栏中的连结 就可以用VIP的身份免费试用14天 比一般用户还多了一倍的时间 体验过程中如果不喜欢也可以随时取消 如果试用后觉得还不错 在8月28号之前使用第二个连结 还有价格更杀的超超超优惠折扣 对我来说这款APP真的是实用方便又省钱 推荐给大家 对于古天乐从白骨转变成如今的黑骨 坊间总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传闻 但根据他许多的采访以及自传《寻乐记》中的描述 他变黑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 1997年他因为在菲律宾拍摄电影《极度重犯》 每天晒太阳 某天被工作人员称赞他肤色变黑之后更加健康有形 让他深有同感 加上他自己也很想摆脱在白骨时期被评为油头粉面的标签 还有就是很讨厌化妆想把时间留下来睡觉 综合了以上各种原因他才下定决心晒黑转型 于是在这之后他持续把自己晒黑 改替了个超贴的发型 增加肌肉加强男人味 从此进入黑骨时期 也成为他演绎事业的重要转折 1999年 古天乐凭借着在《形式蒸汽档案4》中的出色表现 以29岁之姿拿下了年度最佳男主角 成为TVB最年轻的市地 2001年的历史穿越剧《寻情记》 古天乐被原作者黄毅清点担任主角 拍摄期间他加入了许多即兴发挥的搞笑桥段与台词 将电视版的《向少龙》诠释得既幽默风趣又重情重义 看似玩世不恭 却能智勇双全的自由驰骋在历史的舞台上 就算转型成了黑骨 他的人气还是丝毫不减 成为无数观众们心目中最完美的黑马王子 作为华语穿越剧的B作 《寻情记》靠着新颖的设定与脑洞大开的剧情 在开播后叫好又叫做 不只香港的平均收视率达到33% 还让古天乐再度夺下TPB的最佳男主角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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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不是吧 你怎么搞错啊 你知道两个夫妇最重要的相处知道是什么 我相信啊 我现在连气都透不透啊 离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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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什么离婚啊 你不要对不住我啊 如果不是我十八岁年少无知跟你结婚 都不用咬到我现在这样了 别说了 离婚 怎么来的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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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TPB八年的合约到齐后 古天乐正式转战电影圈 延续着《寻情记》中的万人迷形象 一开始的几年 他都是街拍一些搞笑喜剧或是浪漫爱情片 市场反应也相当捧场 所演出的每一部作品 几乎都有千万港币以上的票房成绩 若是扣除掉群星云集 以堆卡斯为主的贺岁片 他光是与刘青云合演的各类喜剧 就有五部的票房落在两千万上下 与郑秀文搭档的《百年好合》 票房也接近两千五百万 俨然就是个香港新生代的票房常胜君 而且这类型的电影都是演起来轻松 角色形象又讨喜 让他还能有多余的时间跨界出唱片当歌星 完全就是走一个前途无限光明 闷声发大彩的节奏 但这样安逸的生活显然不能满足蒲天乐 在尔东森指导的即时犯罪电影《门徒》 他的突破性演出就让人眼睛一亮刮目相看 其实在这部片中他的戏份少得可怜 角色还连个名字都没有 但他却演得十分卖力 先是位戏减重十几磅 接着又一改先前酷帅小生的形象 穿上邋遢的服装并戴上特殊造型的牙套 扮演一个无药可救的吸毒者 在外明明是个龙龙无耻的小混混 回到家后却对着妻女药舞扬威 还丧尽天良到利用他们运毒赚钱 糟糕到了极点的样貌 让粉丝们还一度怀疑 他是不是为了入戏真的顿入魔道 传神的毒虫嘴脸 让他首度入围了金马奖 与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配交奖 被视为是他转型成实力派演员的最大转列点 老金哥 大 大一点给你算他 知名仔 王先生这么大的波哥是否真的 强真,叫我进去呢 十匹而已 他只给这么多 挑来看 挑来看 抵抵抵抵抵抵 全包给你二匹 我给你十匹 大兵不想赢了 走走啊 2005年 杜琪峰以邦会和连胜选举画师人作为主题 拍了上下两集的犯罪电影《黑社会》 如果不考虑和谐版本的龙城岁月 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极高 片中的历史考究 人物刻画以及对现实的隐喻 无意不耐人寻味 令人拍手叫好 每一位角色 每一句台词 每一处细节 都可以被拿出来讨论一番 光是开场的入会仪式搭配罗大佑的配乐 搞不好有人就能写出一篇论文来 把一个选老大的黑帮故事说得极有寓意 被许多影迷们誉为是香港版的教父 若把上下两集的《黑社会》看成是一部作品 在上集表现不算多的谷天乐可说是毫无疑问的主角 他所饰演的帮派干部是个性格复杂的角色 他既是熟父辈的小弟 也是手下们的大哥 他对社团这种传统阶级权利没有兴趣 反而追求的是现代金钱至上的新趋势 从各种面向来看都是充满着矛盾与冲突 把他身上那种一针一斜的灰色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他来说社团内的逞凶斗狠权力斗争都是没有意义的 就算打打杀杀上了位最终目的还不只是为了赚钱 但如果一定要玩那就玩大的 玩到所有人都怕你 玩到就算面无表情也仿佛诉说着千言万语 别的不说光是一场把他剁成肉酱喂狗的戏码就让人吓到做噩梦 玩事后他一样面无表情气定神闲的对着大家敬酒 让空气中充满了无声的恐惧与压迫感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只旁听过两堂表演课 拍卡拉OK扮唱带入行的黑马王子 早已默默的成长为演技上的实力派 还进一步跨出香港以精彩的表现与世界其他优秀的演员比肩 同胎角逐砍成影展的影帝 黑社会与门头的实力 成功让所有人都见识到古天类黑白通吃的可缩性 接下来的十几年他随着香港电影的发展戏路逐渐往警匪对决靠拢 作品大多是光看片名大概就可以猜到内容的犯罪电影 例如由麦兆辉与专闻强联合编导的窃听风云三部曲 将人气电视剧翻拍成电影版的《石途行者》二部曲 从2005年的导火线开始延伸的《杀破狼》三部曲 以廉政公署为主题的《反贪风暴》五部曲 另外还有一堆像是《扫毒》、《独战》、《独戒》 《独戒》这种光听片名就觉得有点不妙的电影 为了符合Youtube的规范我就不多说了 妈爷,哪一种云欧宫? 丁你个肥啊,家庭啊,鼻青哦,帮你走耶 其实他演出的这些片倒也不是真的不能讲 而是这几十部犯罪电影就像是香港影坛这些年来的缩影 题材差不多,内容差不多 就连演员也都是那几个 古天乐、任达华、张家辉、刘青云、吴振宇、林雪、江浩文、林家栋 你知道的,港片十之八九就是这些人的排列组合 偶尔故事拓展到泰国、缅甸、金三角等地 东南亚的演员一出场也都是那些熟面孔 当然里面不乏有些优秀作品可讲 但我想门土与黑社会就已经足够有代表性了 剩下的就请有兴趣的朋友自行研究吧 广告做得再好,不如晋风玩一玩 攀完蓝月这游戏,我可以玩一整年 耶,终于供下完成了 跟与古天乐同个时代走红 如今产量锐减的天王们不同 在转战大萤幕后的二十年间 平均每年他都会演出四部以上的电影 所接演的作品分数不济,量又不齐 讲白一点就是烂片也拍不少 很多影迷们都不能理解 正值壮年,咖未够,不缺钱的古天乐 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羽毛 除了不挑戏之外 还接了一堆不明所以,影响形象的代言 就连与他合作多年的杜琪峰导演 都劝他不要只顾着赚钱 但他只回应 很多人需要我,所以我必须要赚更多的钱 一直到尔东升导演在社群上发布了一张表格 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 古天乐这些年来捐款兴建的学校 至今总数已高达上百所 大家才知道他赚的这些钱用去哪了 大家熟悉的古天乐是一个演员 但事实上他花了很多心思在工艺方面 就原来学校的样子 就以前的老校舍 9月份就可以落成了 9月份就会落成了 这个学校就叫古天乐阳光小学 很意外 我做这些西山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做 你不知道我们会知道对不对 我不知道 今天老师们同学们来到了你的面前 你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地读书等等 上来可以帮助其他人 据说这是因为古天乐刚入行时 曾被业余只有中学毕业 教育水准不高才会被关 所以他认为只要能多建一所学校 说不定就可以避免一些失学的孩子 像他当年那样走上其路 只是当消息一曝光立刻就有酸民之一 学校的名字都取名为古天乐希望小学太过矫情 会不会只是明星要炒作好感度 但协助他做公益的香港慈恩会 立刻跳出来辟谣 说建学校必须加上捐款人的名字是他们的规定 并非由捐赠者决定 同时也有另外一名网友爆料 说由他代言被大家酸得要死的网页游戏 古天乐也是分毫未取 要求将酬劳全数捐给慈恩会协助建校 从此他就多了一个新的称号 叫做只有太阳能黑他的名字 习惯了默默付出的古天乐对于平日的善局 就连自己的妈妈也没有告诉 这次获得第十六届世界杰出华人奖 妈妈更是被蒙在鼓里 其实做其三的事我一直都没有说太多 也不想说太多 因为我觉得低调做事比较好一点 我一直都跟自己说 如果有能力的时候 希望能帮到更多不同的人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做事的原则 2013年古天乐成为天下一电影公司 用于投资与制作香港本土电影 十年下来先后并购了十几家子公司 除了电影制作 业务还包含了视觉特效 化妆造型 艺人管理等等 形成了可以一手包办制作软硬体 前后期的庞大影视集团 2022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 《明日战记》 就是天下一集团的火力展示 从计划启动开始耗费了近十年 砸下了4.5亿港币的预算 就是要实现古天乐一直以来想拍科幻片的梦想 为了推广此片 他拼了老命疯狂跑宣传 向来低调的他第一次尝试直播 与网红门Who Fit 有次还被媒体拍到他因为票房不佳而泛着泪光 恳求大家进场支持 2024年一样由古天乐监制演出 上映后引起热烈讨论的《九龙城寨之围城》 也是部预算高达3亿港币的大制作 这次剧组还原了当年城寨的风貌 再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底层社会的生活心态 掀起了一阵怀旧复古热潮 其实他做这么多不仅是为了自己 更多的是为了拍片量萎缩到只有全盛时期三成的香港电影 因为就算是有新人想要投入 也要有人提供机会与环境 而他就是牺牲了自己的婚姻与生活 去搭建出一个舞台努力维护着香港电影的荣光 不然现在市场对于拍到烂的犯罪题材早已陷入疲态 加上还能顶住票房的主力演员们也已经五六十岁了 如果没有像明日战绩这样去开拓科幻片的市场 或是像《九龙城寨之围城》那样为新生代演员铺路 真的无法想象香港电影还能走多远 古天乐重映多年一直对电影业贡献良多 成绩有目共睹 最近古仔更当选为新一届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 这一天出席活动时 古仔都说很多谢这么多位成员投票选他 是我们一起去投票去决定的 因为不是会长副会长、干事都要一起会选出来 很多谢他们选了我出来做会长 我会尽我能力希望将一些新的动力 希望可以帮更多一些业界的人士 除了协助香港电影的发展 古天乐目前还担任香港演艺人协会 以及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 这种吃力不讨好又没人要做的工作 他已经默默做了好几年 对于业内的大小事 他总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就像当年提醒过他的张国荣那样完全不求回报 光是这些年被当事人公开 有关于古天乐低调助人的美谈 大概就足够我再做一部影片 2018年古天乐凭借着在《沙破狼》 《贪狼》中富有爆发力的演技 第一次获得香港金像奖的影帝 上台后他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在发表感言时 三度提到香港人一定要团结 要支持香港电影 固执到仿佛忘记拿奖这件事 应该是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这让我不禁想到 在《神雕侠侣》中过境曾对阳过提点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现实生活中的过儿 年纪大了、脸也黑了 但他这些年所展现出来的侠义风范 还是很令人敬佩 在最后的小一场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帮我按个赞或是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欢迎你追踪我的FB或IG 我都会更新一些影片之外的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他真的为了相同电影 这不是为了成为大亨 这个不是他原本的触发点 他给一些温暖 另外一些新的 或者一些上一年纪的艺人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还是不太好 我给艺人一杯 我就说死了 如果我做会长 我就真的死了 尤其是故事 他已经是影坛 对影坛的贡献 已经是我们大家想象不到的 这样子呢 我首先要很感谢他 他很爱电影 他也很爱电影 能帮助电影的人 就是好一点的事情 他都愿意做 我又跟他直接说过 喂喂 看着荷包 我是担心的 我当然有 我跟他说 喂 那他当然拍很多广告 唯一这么有血的人 你当然要打击他嘛 最多是乖乖乖乖 比如说谷天乐 现在他投资好多影片 他投资的戏当中 一大部分是 你跑到别家投资方 是不愿意投资给你的 但是他还是投资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夸谷天乐 他对香港电影 确实是起了一个很认真 而很有效果的作用在当中 真的 我相信他